冰雪即将消融的季节 却也是连队生活最艰苦的时间 封山前储备的满满当当的菜窖 如今已所剩无几 火石又成为了连队最大的分野 土豆啊 洋葱啊 白菜啊 也成为官兵口中三大名菜 早些年的时候连队只要冬天一封山 就会断绝新鲜蔬菜的来源 现在和一样保安大红建起来了 虽然大红的蔬菜不是很多 但也极大地改变了火石条件 变得不仅是餐桌还有通讯 曾经的红山嘴只能靠一部电台和上级联系 封山期更是远看红山凉 近看白茫茫 半年无家书让人愁断肠 如今连队不仅通了电通了暖 还接通了电信信号 可以和家人视频 还能看新闻 听音乐 看电影 我们这个偏远的边防哨卡 也不会被时代落下 官兵们戍边守房的动力也越来越足 今天是我们每月一次的集体生日的时间 雪海孤岛虽然孤独寂寞 但从不缺乏细心的兄弟们准备的惊喜 雪做的蛋糕 冰做的蜡烛 虽然不能吃 心里却很暖 很甜 我记得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战友他画了一个蛋糕送给我 上面写卖了对我的祝福语 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那就是希望我的头发掉的慢一点 在这里待上八个月 每一天我们所见到的面孔都是重复的 没有任何一张是陌生的面孔 确实是比较腻 但是我们自己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我也非常的幸运 能够分配到一个这么好的家 说到了连队的变与不变 副指导员袁蒙宇告诉我们 随着科技的进步 连队的训练和生活都发生了变化 始终不变的就是每周雷打不动的升旗仪式 从60年前第一代首方前辈们 将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雪海之上开始 升国旗在国旗下宣誓 就成为了连队每周的必修课 每个周一官兵们都会集中在广场上 举行升国旗仪式 五星红旗作证 红山嘴的官兵们以雪为伴 与孤独寂寞为伍 把根牢牢地榨在了这片土地 相比于生活上的变化 官兵们更满意的是边防硬件的变化 近年来 信息化管边控边的设备 不断被引入和完善 建成了光纤防跃镜报警系统 实现了视频管控全覆盖 对此在这里守了13年的驾驶员 陈嘉宏感触特别深 我刚到连队的时候 出来执行 观察办法就是只能走到了看到了 东西气候较低 水龙飞都出来以后 用不了多久全身就渡透了 现在连队条件好了 预备了全力行动落车 方便可以坐在车里 观察到周边的情况 可以及时处理 从徒步到全地行驱逻车 改变的是驱逻的方式 不变的是那份 忠诚树边的决心 距离连队两公里远的地方 处理着一棵树 1985年 时任红山嘴边防连的 副连长施红飞在即将完成 20多天的巡逻时 就牺牲在这里 30多年来 每次西线巡逻路过 战友们都会在这里停下来 就是要让官兵 传承师傅连长这种 无私奋献 不畏艰苦 为了祖国备防置业 舍得一切的精神 今后我们还要一如既往的 传承好三木岛精神 扎根学海孤岛 忠诚树边守房 我是中国人民起防地军员 我军事 我军事 边关无言 使命如山 雄伟的阿尔泰山 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红山卫士 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只有守出来的 才是真感情 在这个地方 奋献不只是荒语壮语 而是 我们是少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不把星链当作阳光 不把担当 视为阳气 我们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我 我 是 你 感谢观看